在上海的这几周呢 我跟我阿姨每天基本上除了去探视一下 我爸其他时间就是在家附近的小公园逛一逛 小饭店吃吃饭 有点相依为命的那个意思 那我就随手拍了一些视频的碎片 编成一个小片 来仅以纪念这段日子吧 就是这个多了点油 咱俩就吃成一样的呗 葱油拌面 嗯 全盆面很好吃 我觉得就多了点牛肉 嗯 嗯 牛肉一样的 哦 嗯 嗯 它面挺硬的 咸面 嗯 很干很香 呵呵呵 甜甜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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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椒的葱 嗯 好香啊 这个葱 嗯 它这个小火慢慢慢慢给它煎 也不糊哎 就是很香 这里面可能还有点猪油吧 突然下起了大雨 哇 哇 这不是窗屋吗 不是不是窗屋 是啥在想的 i don't know 好大的雨啊 好 好 好 刚回修先卷面皮 在隔壁那个building里 地下厂库 同一层的一个所谓的美食广场 都是外地人在这儿卖一些小吃 我一个特别小的小厂库 哇 可以打开我 我要分跟阿姨两面吃 我今天要切一点 切了两半 我看着它拌的 里面是黄瓜 面筋 彩带丝 好像还有点薯豆丝吧 没有花生的那个香味 然后甜甜的辣辣的 好吃 怪不得是网红视频 跟它形态上最像的食物 我能想到就是越南充卷 也是用那个米的 里面包上一些菜 它那个包的是虾 什么生菜什么之类的 这个卷凉皮卷的是各种 本身拌凉皮的凉菜 风景秀丽的蓬布公园 里面有好多金礼呢 这公园不大 但是挺漂亮的 维护的挺好的 很多附近的居民来这儿溜的 这也太苦了 这两只小蝴蝶在逗 然后一只小猫在看它们玩儿 哎呀飞走了一只 啥肉能给我家后面也种个柳树 挖个池子里面养点金饼 今天终于找到一家小羊生间 在盘上面写着 小羊生间是一个联合店 英文名叫羊子羊皮 然后在这边有许生间 我们除了点生间 还点个老鸭粉 今天吃的这个生间是有汁的 爆汁 里面很juicy 给拿个勺子接着吃 谢谢 这个生间比上次我们早餐店吃的那个 什么风雨生间好吃多了 这个汁很 这个馅很juicy 特别多汁 看来有汁的馅就是比干的馅好吃 老鸭粉丝汤 我还第一次吃这么多 鸭子的内容 鸭血 我以前吃过鸭血粉 这里还有鸭肝 这是鸭肠子吗 哇 下人了 鸭蒸 品不了这鸭子汤 因为没喝过几次 感觉鸭子的味不是很重啊 就正常 它是这个 南方人喜欢吃鸭子 我也挺爱吃鸭子 就以前那种咸鸭鸭能吃惯吗 能吃惯 而且我喜欢喝鸭架汤 烤鸭里面那个鸭架汤 这个好像是用鸭的五当六腹煮出来的汤吧 鸭真的 这个鸭汤我喝不懂 也没什么怪味 但是我也不知道它好喝蛋的 尝尝鸭肠子 第一次吃鸭肠 小肚鸭肠 还行 像那个比较硬的豆腐 豆腐那什么叫什么 豆腐皮 还挺香的 尝一个鸭枕 我很爱吃鸡枕的 卤鸡枕是鸭枕 脆的哈 嗯 鸭枕的 鸭枕有味 挺好的 这个鸭子汤配着那个生煎 还挺好的 嗯 这里好多外卖 但是我不懂生煎那个汤 不外卖了还能好吃吗 送到家半个小时了 再给我们一个碗 因为我们就是刚才吃过饭 又看见又想吃了 那种小的 那种大的可以吗 可以 先凑合用一下 都可以做 嗯 点了一个凉皮类似的东西 就是做这边 应该就是凉皮一类的 嗯 对 它叫蒸面皮 这碗的颜色挺漂亮的 天青色 乳窑的颜色 好啦好啦 尝尝吧 蒸面皮 肯定不是上海的 就是在上海吃到的 蒸面皮 嗯 加上麻酱 味道很丰富 是不是凉皮 嗯 凉皮 就是凉皮 我们昨天吃那个减凉皮 一个东西 嗯嗯嗯 味道有点 有点像 沃洋那个是放蒜汁 嗯 蒜水 嗯 什么花椒水 嗯 嗯 还好 你尝尝吧 好 吹的干嘛 凉的 嗯 好像不太冷吃的 不太一样 嗯 它没有什么蒜味 嗯 就是甜的辣的跟这么样 但这皮子挺好的 看看你 做猪脚 做猪脚